名人搜身 令LV包自封大力士 曾凯璇若女子一美 我是曾凯璇 今天名人搜身要搜一下我的包包 让我们一起看 是的 曾凯璇又来到咱们苹果名人搜身单元啦 她身材瘦成这样 却背这么大的包包 想必里面有很多贵重的物品吧 最值钱 里面最值钱的哦 对 是皮夹 是我自己买给自己的礼物 她之前来搜身说 因为怕乱花钱不敢买皮夹 这回懂得买名牌皮夹 犒赏自己 但里面放的线钞 还是不该两千以内原则 是我太阳眼镜 大概是这样 所以在路上看到我这样 我很可能就是没化妆 不要来找我拍照 不要找她拍照 也有可能是她过敏犯了 因为遇到一些水土不符啊 然后或者是碰到一些环境比较长乱的话 我的脸就会肿起来 朋友常常就会把我当成那个 排鲜新鲜与否的测试机 然后因为看我脸就知道了 我一吃好有过敏 我就嘴巴会开始稍微肿起来 然后他们就说这不新鲜 然后就不吃了 过敏加上肠胃不好 常去外地拍戏的她 不但会自备环保餐具 化妆包同时也是我的药包 但我只有两种药 就是胃药跟过敏药 像我的粉池啊 很多粉池嘛 大家都有粉池 但是很多女生粉池可能就是这样 然后就塞在那个化妆包里面 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细菌啊 跟一些脏脏的东西 然后我就会去美财行买那个 然后拿来放粉池 最后还学到可水土不符的领类妙招 就是你平常在家喝烧过的水 就是你把它放在那个 可以脱运的行李箱里面 然后到了饭店之后 再去买当地的水 就是矿泉水 然后你就是一口家里的水 跟一口当地的水 就是先让身体去适应 它那边的水质跟环境 苹果娱乐新闻 还蛮有效的 报导